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事的时候你正在中学时常帮忙吧 我不相信他能祸害女孩子 我也不相信老歪是那种人的 那你当年为什么不说呢 那么小的孩子 他那眼神里好像是憨 恨我害死了乔老师 都好了 轩 描心不见了 春主任吴宝贵对我进行 骚扰 但户籍照片上和刘婿结婚的那描心 不是同一个人 吴主任 你相信因果报应吗 这就是十五年前那些女生罪王案 也是我当警察这么多年 唯一没破的案 现在正是从那里居住工作 接受组织的调查案 还有谁不知道 你十五年前那点事 大花 你要真有话 就下辈子再跟我说吧 你确定是老歪是吧 好 我马上过去 你来啊 我已经知道你会找我 你会找的 来 追 陪我喝一瓶 哎 哎 庆祝我无论万人 即将一无所有 明生毁了 工作也完了 大花现在也已经值得到了 老哥 我现在就剩你跟酒了 来 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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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喝了 你看你都喝成啥样喝的 不谁说那大花要跟你离婚了 哎 你是不 不了解大花 他能不跟我闹吗 这么多年了 我还不到他了吗 老外 老外 我知道你心难受 你憋气 可是咱们是爷们 咱得扛着呀 啊 爷们 爷们就得 打碎牙子肚里 啊 就把掌都 刮在这儿 拉拉躺 也都 跟我先生 是吧 为什么女人生气 他就拿了 男人 我先生 终于明白当年前浪秀 为什么自己的 老外 你说啥这件 你别吓唬我行不行啊 今天好几个人说 你上水库我转下去了 我上这儿长进老山进来了 都把我急完了都 一个人我喝上酒了你 我是不想的 我都找到水边了 可 不行 哎呀我跪 这 快 不是多大的事啊 啊 别想不开 你说你要完了 这家不都完了吗 大花 大花 你家老外 你家老外跟我在一起呢 他不敢接你电话 他不敢接你电话 等着听着呢 吴老外 你就是个熊包 一碰着的什么事你就给我撂条子啊 你俩腿一等去了 你让我和孩子 我们娘俩怎么活 啊 啊 啊 大花 对不起 我真靠不住了 我给他压定了 老外呀 咱俩生活快三十年了 你吴老外靠不靠得住 我心里都会输了 我心里都会输了 大花 我没说到游戏 你是 真的 这我知道媳妇好了 赶紧滚回家去 那 我现在就滚 走 走吧 那回家啊 是我会的 但我也是顺人数破 受谁所托啊 你到底认不认识 道友你身份证的人 他是我同学 他是我同学 英国有序 善恶有报 乔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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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我可给你送到这样客战了啊 你回去吧 再一个 你别瞎折腾了啊 别胡说乱想了 你再折腾 我可不晚点了啊 你回去吧 唉 村主任不干就不干吧 不还有木柴材上 嗯 山座儿那 那再不计 我还有好事儿在 只要家还在 我啥都不怕 唉 你这么想就对了 那日子过得好不好啊 咱自己知道就行 活在别人嘴里啊 一辈子也过不好 只要咱真情投入了 那就有回报 回报 你说回报 我突然想起来 留学结婚那天 要不信你跟我说的 最后一句话 啥话呀 相不相信你经过报 老哥 我信了 这阵子经历了这么多事 我总是回忆起来乔老师 当年 只要安慰乔老师一句话 就一句 太不至于走上那条路啊 其实这案子 在我心里 也一直是快嘎的 现在又被提起来 我想 应该要解开了 行了 你也别多想了 回去早点睡吧 回去吧 别说了 回去吧 客人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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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们好久了 我要做的事情 都已经全部做完了 姚总 方总 你俩回来了 没事 我回来请点服务 苗欣 哥叔 你还不知道吧 他其实叫乔欣然 你是乔老师的女儿 说起我爸爸 你晚上不会做噩梦吗 真的假的 我真要去看看去 马上要吃饭了 你这干啥去就是要啊 二嘎子说 看到杨所长把苗欣抓回来了 我得去看看去 婚礼上无宝贵的事情 是我一手策划的 出走路线也是我进行安排的 我让我同学苗欣 在留学家附近等我 我从后面溜了出去 上了车直接去了她家 按你这么说 举报 举报可大壮和胡宝贵 也在你的筹划之中了 是 我要让他们尝一尝 身败名裂的滋味 对 当年的案子到底是谁做的 这些都是有证据的 而且公安机关当年没有说 你父亲就是凶手 葛大壮和吴宝贵关系那么好 他们能比公执法吗 当年这起案子 一直是县公安局在审判 葛大壮也只是在此案当中 负责前妻的现场看场 至于他和吴宝贵之间 有没有包庇关系 我们公安机关的 纪检读查门 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那你跟刘旭结婚 也是在你的策划之中了 对 我故意让他装伤我 制造我们认识的机会 目的就是要跟他结婚 我为了我冤死的父亲报仇 我要让他们亲身经历 我爸受过的屈辱 明明我父亲什么都没有做过 凭什么让他受到这般屈辱 也许你们听起来 就像听往事一样 听了也就过去了 可是你们知道 当年身在骑害的我们吗 心里有多么的痛苦 这都几点了 这孩子都还不回来呢 孩子都没回来你就着急吃 你看这菜都凉了 我去热热这只肉菜 你这怎么 去呀 咋回事了这是 他们正在跟他沟通 杨所长不让见 他就说 杨所长不让见 你快说话呀 孩子 你别让顾再为你着急了 行不行 杨所长说 他不叫苗欣 叫乔欣然 乔欣然 就是十多年前 咱们先中学 那个出事乔老师他女儿 你说什么 他是乔老师家的燃热 他是乔老师家的燃热 孩子 他看我那眼神 到现在 想起来 我的心里还不安 他那眼神里 好像是恨 恨我害死了乔老师 害得他那么小的年纪 就没了爹 他居然是乔老师家的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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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不和我 还对我 任泽呀 算我求你了 辞职吧 咱们离开这儿吧 他们糊涂你也糊涂 我又走了我孙什么 他最怕是吴宝贵 就因为办案的葛大壮 跟石塔那刘桂枝 跟他们是同乡 那这污点就是我的了 我要走了就合他们意了 到时候我是什么 我是流氓 我还是懦夫 不走 不能走 你看看现在外面的风言风语 你是不怕别人说什么 你就不在乎我们点啊 这么让人欺负 这么让人欺负 知道了 你 爸爸不是坏人 我相信爸爸 我爸以为他走后 可以换回清白 可是那没有想到的是 还有很多人讽刺他畏罪之杀 我爸的死 我爸的死 一点都不止 不止 那后来你跟你母亲呢 我爸走后 在城里沸沸扬扬扬 我和我妈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 我妈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又不敢回娘家 只能带着我去外地 重新开始生活 可是不管走到哪儿 离这儿有多远 我爸走时候的样子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永远忘不掉 学学长大 我报仇的念头 就会越来越强烈 有一点我不理解 你觉得父亲是冤枉的 你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 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呢 我给你们公安局寄过信 但是你们一直都没有回复 我等了十五年 我不会再等了 那你知道吗 你父亲的那个案子 吴宝贵刘贵之都没有撒过谎 葛叔也没有包庇过 这些都是有证据的 你们有证据吗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当年没有说谎 我爸走之前亲口告诉我 是吴宝贵做的 他和刘贵之和葛大庄 都是同村的 当然笑着他们 我们一项也没有 Would piece by doing that 同村被用机会 soul 沈�li 睡了吗 还没哪 咋啦 睡不着了 门وف有传奇事 masuk 里面 哎呀 那我陪你给我機碗力吃 unfamiliar 趟我啦 那他要ene 你说我呀 我这脑袋里啊 净事 又想那案子的事了 那个时候啊 乔老师经常带着他的女儿 上我们食堂去吃饭 小姑娘可天真了 一见着我 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 没人的时候啊 还给我跳舞 我一直在想啊 那么小的孩子 家里出了那么大的事 他的生活还好吗 是心里一直埋藏着恨 还是开始了新的生活呢 这事啊 说到底 害人呢 就是舆论 听风就是雨 见火就烧财 活活的把人心给烧死了 怪 就得怪那些跟着侠气哄的人 那每个人啊 都是凶手 成立 成立 谢谢你 谢谢你陪着我 大半夜的听我劳动 谢啥呀 年轻的时候 你啥时候跟我这么客气 快要跃回 快要跃远了吧 快要跃远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小旭结婚吗 我怕贵师一个人忙不过来 回来帮帮忙 还是您靠得住 我这忙的出差也没顾得上 爷 你别忙了 来 没事 星天 来 吃点水水 好 看你手的 这不见外的不是吗 我这没什么忙的 爷 可别这么说 这我爸去世 这大大小小的事 全靠您张罗着 我这当儿子的 不孝 别那么说 只要你把工作干好 把自己照顾好 你爸爸的在天之灵啊 也就会放心了 星天啊 我听小夕说 你们把那个苗 瞧那孩子找回来了 我今儿来啊 你和这事有关 爹 当年中学出事的时候 你正在中学食堂帮忙吧 可不是怎么的 那个时候你书刚失踪不久 家里也没有收入 我就在一中的食堂啊 干了一段时间 那您还记得案发那天的事吗 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那个时候啊 好像是刚过完教师节不久 学校啊 那东满是那个白菜那时候 长得乱红红的 正好我值班那天 就给收拾收拾 谁呀 谁呀 这么大方 那个时候大约是几点 大约几点我可记不住了 反正那时候天还没黑呢 那您真的就没见着 小晏哲老师来过食堂 我确实没见他来过食堂 可乔云哲老师当年一直坚称 他看见食堂关门了 不过他说的是 他还没到食堂的时候 发现食堂关门了 可见他呀 还没走到食堂大门口 就转身回去了 是不是你把房门掩上了 让他误以为食堂关门了呢 怨我呀 怨我呀 当年我也是照实说的 行天啊 那乔老师是个好人 又和气又善良 我不相信他能祸害女孩子 可我也不相信老歪是那种人哪 爷 你就别瞎心事了啊 先向公安机关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您做得没错 既然现在把这个案子 又重新提起来了 我想就一定能弄个水落石出 那然然呢 我们只是找他来了解一下情况 并没有拘留他 另外还有个事 这老葛 因为这件事 已经被停职了 我呢 跟您又有这件关系 所以我也提出了回避申请 回避 师傅 您回去吧 师傅 看样子 您是有话要跟我说呀 我就琢磨着呀 怎么跟你开口呢 啊 叔 您先别说 我猜猜 您是想跟我姨复婚 又怕我有什么想法对吧 哎呀 你都替我说了 我已经就别拉不起老脸了 叔啊 这是好事啊 不能有啥想法 这我姨 苦了半辈子了 这老了老了 也该有个伴儿了 哎 人呐 这年轻那会儿啊 不觉得家有多好啊 一门心思地往外跑 外边这花花绿绿的世界 也都是虚的呀 只有家 才是真的呀 是啊 我说 我说 人这辈子啊 其实真的挺短的 这等把啥事都行事明白了 这半辈子就过去了 这事啊 我支持你 好 那叔哥谢谢你了 哎呀 你爹 走了刚半点了 你 这心里啊 他也不得心啊 好 叔啊 这事啊 我能理解 没事啊 回头啊 我劝劝他 好 那你可费心了 没事 雷加速 好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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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 喵心是乔老师的女儿 可不是咋的呀 老板呀 你看 老板呀 我听星天说了 这孩子个群里说你骚扰不骚扰的 那是他啥 肥巴 只要是你不起序 他就没事了 我也知道 这孩子这么一闹 让你吃了不少委屈 可是他必定是个孩子不是吗 他不懂事 婶今天来呀 就是想求求你 你看着咱们两家 这么多年的交情份上 大花 我没骗你吧 今天 我终于可以证明我吴宝贵 是清白的了 情况我已经向县局做了汇报 并提了个随便申请 老德已经被平时了 怕咱配合县局调查的事就落到你身上 县局的意思呀 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十五年轻的案子给破了 可那十五年前都没破的案子 现在不更难破吗 来 您好说 吴大叔 这儿 来就想问我能不能见一下苗 这小乔那孩子 他现在呀肯定是不会见你 你坐 正好我有事要问你 啥事 杨伦伦伦 好 跟我们说说 十五年前案发那天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天晚上 那天学生们下自习后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检查精神 我记得是刚上了二楼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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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也没想太多了 我就赶紧追头下来 看看那孩子什么 随后 那学校职工许事院老师们就围上来了 我看见乔老师也下来了 再后来 那女儿就报警了 老葛他们就来了 老葛他们就来了 自从你知道苗欣是乔老师女儿之后 你可把你忙的 你这 他这衣服昨天不洗过了吗 你这再用洗一遍呢 你是啥眼神啊 洗的是这几件吗 你说 你说我咋就没早点看出来 欣然是乔老师的女儿呢 这么多年哪 这孩子吃苦的 十五年了 你咋能看得出来呀 你呀 就是心眼忒好 啥事都往这边投上来 那好像别人就不能犯错误似的 这么些年了 你就没变过 看看你说的 好像多了解我似的 那我问你 昨天星天上咱家来 你俩唠嗑 还背着我不让我听 说啥了 没说啥 嗯 就问了问刘絮的事 那我听星天说 又是苦啊 半辈子又累 又什么什么的 哎呀 你这老头子 怎么越老又不正经呢 你看你看你看 就年轻时候一样 你说极了 这脸还红了 听起来 哎呀 你心里哪啊 都没听识了 还有心识呢 能识一下吗 你这话说的 人是铁饭日高 你都不是饿的吗 我要不是吃饱了吗 哪有卷和你斗嘴 哎 这处处闹的 原来是乔老师女儿来复仇来了 那事儿跑来告诉我的时候 我还一度委屈跟气氛呢 过后想一想 那孩子 哎 那孩子叫啥呢 叫乔勋然 哎呀 哎呀 人家说的故意 这都是抱怨 我就活该哀悠了 你咋这么说呢 我一直就后悔啊 当年没把乔老师去吧 当年别人说的这样那样的时候 如果说我也是能站出来替他说句话 那后面可能就没有那些词 老外呀 你把那些背后重伤和当面指责乔老师的人 看简单了 这痛不清的淹死人啊 那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你这次被村子里人指责误会 你看你能咋的 能出手得了吗 不过我总在想 如果那个人不是我 也不是乔老师 那坏女学生那个人 到底会是谁呢 这是初市中学教学楼的结构图 一共有四层 案发当天被侵犯的女学生 就是从东侧的窗户翻身跳下去的 根据当时在下的保安吴宝贵回忆 当他检查到教学楼二楼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楼上 有女生的哭喊声 于是他赶紧顺着东侧的楼梯往上跑 当他跑到四楼楼大口的时候 正好看到女生哭喊着 从他那里面去 我也看过当年的卷楼 在乔仁泽的办案笔录里面 他是沿着西侧的楼梯返回了教学楼 而当他跑到二楼的时候 他听到楼上有女生呼叫的声音 于是他赶紧沿着西侧楼梯 跑上四楼 在四楼的楼道里 他看到一名身穿保安衣服的人 正在追赶一个女生 他赶紧赶过去 可没想到 这名女生还是从东侧的窗户 翻身跳了下去 如果当时在楼道里 只有吴宝贵和乔仁泽两个人 那他们都有作案嫌疑 所以啊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乔仁泽和吴宝贵 说的都是实情 也就是说 侵犯女学生的另有其人 白妈 我正在看一篇十几年前 老师侵犯学生的帖子呢 这网上的消息还真不少啊 对 就那个案子 你也知道啊 那当年得多轰动啊 等一下啊 妈 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喂 江队 我晨晨 对了 我刚才在网上 看了一篇几年前的帖子 有网友留言说 他好像知道 当年的凶手是谁 我看到你在网上 对乔仁泽一案底下的留言 你说你有一套马杆 他是跑不了的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你说的那个他指的是谁啊 当年 我只是亲眼所见 没有任何证据 你会相信我吗 只要你说的是真的 那你就是人证 这一天 我等了十五年了 其实 我早就不想再隐瞒了 那天 我会想再隐瞎 你 那我就是想再隐瞎 我一定会想再隐瞎 你 我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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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是爸爸的 小谷 你们这次给举一个 大战的高速 一 번口举一下 老婆 前走 早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说一放学 我就回家了 我本以为 你们查不到真相 这事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乔老师 都是我造的孽 都是我 真的抓到了 教导主任马国文 已经被批捕了 那我爸清白了 是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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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δώ 是洲рий 你最应该道歉的人是谁吗 其实你最应该道歉的人 lieutenan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此刻让我们用全场最热情掌声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恭喜你和復原职啊 今天的新郎新娘欢折大家的祝福和掌声 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啊 我咋不知道 是啊 这啥事都让你知道了 那还叫几个喜 我听说你家嫂子 你们这事有个灵者 正在喜本书 收起来咋样 好人家 名字都齐好了 这叫乡村警察故事 写的呀 就是咱们所里和乡村门那事 有我们 那你看着啊 你就知道了 好 婚礼结束了 我们的乡村警察故事啊 也就讲完了 别过来 快 我是往海箱派出所生辰 绑匪的内心 是很焦虑和紧张的 瞎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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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大雅 热血的浇灌 人间正气火 在这三年的时光里 我们给大家讲了四十多集的乡村警察故事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啊 基层警察的酸甜苦辣 他们的故事啊 我们永远都讲不完 陈儿啊 有新任务 走吧 好 再见